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开始勾长针 我们穿针进去 带线出来 然后勾针上现在有三个线圈 有三个线圈呢 我们绕线 绕线啊 看一下 绕线 退掉前两个线圈 然后再绕线 退掉后两个线圈 现在是一针长针已经勾好了 勾好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 辫子针上给它挂线 在第一个长针上面这个对应的辫子针上给它挂线 挂上记号扣啊 挂上记号扣 这就是等一下第一圈结束 要引拔的位置 然后我们绕线 在这个圈里面穿针进去 绕线带出来 然后再绕线 退掉前两个线圈 然后再绕线 退掉后两个线圈 好 现在呢 我们已经勾了两个长针了 我们第一圈呢 要在这个环里面勾出来12个长针 我们就这样一次的勾长针 一共勾出来12个 大家勾完的时候数一下 数一下帧数 一边勾一边数 这个勾的时候呢 也不要勾太紧 勾太紧就不好看 感觉合适就可以啊 我们那个 如果勾太松的话 待会儿勾出来就是有比较有大的洞 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 就是勾着 刚好从这个线圈上穿过就可以了 二 四 六 八 十 十个 十一 十二 好 现在数一下 数一下怎么数呢 我们就数这个长针 这个下面这个立柱就可以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二个 也可以数这个侧面那个辫子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勾好十二个之后呢 我们把线转过来 然后我们拉紧这个线圈 收紧这个线圈 我们第一圈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穿针进去 穿到这个记号扣这一针 然后把后面这个线头给它放到记号扣上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记号扣给它取下来 取下来 然后我们绕线勾出来 然后再勾出来 这样就勾了一个引拔针了 勾好一个引拔针 第一圈就结束了 我们把这第一圈给它整理一下 然后我们再立三个辫子针 一 二 三 好 立好三个辫子针 然后我们开始勾第二圈 你能不出来 你能不出来 我能扣到线头 你能对他那么接着 就是你给他 你能不能出 不来